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完了 完了 好吧 我不看了 下一个问题 乙君 乙浩 乙文是兄弟吗 怎么名字那么像 首先 我对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表示最严厉的抗议 语杰呢 语杰呢 怎么都没提到我呀 作为这个家最重要的大哥 居然没有提到我 这算怎么一回事呀 不过既然你问了 那我告诉你呀 语杰 语文 语套 是我天语杰的弟子 我天语杰是他们的哥哥 这个回答马迹了吗 请时刻记住 我天语杰才是他们的大哥 喂 不会整场都是我们的问题吧 下一个问题 小凯他吉他念的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 请看我独家拍摄的手机VCR 宇学英 要不什么时候你也去学个吉他什么的吧 看着蛮帅的 拿钱啊 什么钱 你学吉他不交学费啊 必须找云哥要啊 现在可是他管钱 签 那我跟着他混去 你敢 你试试 我现在就去 我不拍了我 喂 喂 回来 对不起啊 这是我的设定情节 导播 快签 快签 你给我站住 你敢出去就别进这个家门了 其实比较喜欢听自己的歌 因为我觉得自己录的歌 比较有成就感 当然一个就是不喜欢嘛 因为每一次听自己的歌 都会发现很多缺点 所以听起来不顺了 不顺了 大家好 我们刚洗了个澡 放心 我吹了个空调 看了部电视剧 继续面对面 喂 我们看的那部电视剧 叫什么名字 哦 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真小贤 对 那句叫 我原谅你的信 是吗 好像是 不管了 下一个问题 小凯考试不及格时 回家会被批评吗 那是肯定确定已经一定的啊 雨虹究竟常悲吗 我考试不及格的话很少爱听 因为我们想要考试都会提的 也会一些偶然是在家里的位置 我哪个去 我帮他家去算了 你先把水电器搅了呗 你去找表哥呗 我不录了 喂 喂 咱录完再走啊 下一个问题 小凯在家时调皮还是调话 我比较调皮吧 因为有一次我在家里睡觉 然后起来把被子裹在家里 然后我就说一下就比较长度 你看 你听话吗 听啊 你听话 你听话我把这问题给吃了 下个问题 小凯你会自己写歌吗 这题我帮他回答 不会 下一个 这么快 还是听小凯说一下 不说不用啊 现在不会写歌 让我以后会写歌的 我说不会吧 还看 浪费时间 大家看面对面又不是为了看你 不是主持好吧 说好听点是主持 难听点就是报幕的 报幕的 谁说的 他 他 还有他 你说的 你俩要一句赶快 录 录完收工啊 哪那么多问题 我是主持 什么主持啊 你还没主持吗 我不录了 喂 还有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小凯 圆圆 你们觉得做什么事情最少 遇到什么事情最尴尬 大家拜拜 好 那那个就是 就是有一次啊 在上课 那个 有一只蚊子 不知道什么 让人家跳一跳 那个声音很响 而且把我自己的卡通 然后就叫了一下 啊 后来我们全班里 老师同学都撞过来看了 和老师来问我怎么 结果 好